这一题的话主要是要理解什么呢 这有关什么 有关那个Math的这个类别 Math里面有个Flover 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今天要取得什么 取得那个这个Flover刚刚有用到过 就是我如果要取得小于或等于x的最大值为多少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Flover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大概的一个 一个一个题目 这个205 看一下205 OK 然后假设我今天大概这个完成的画面 里面的话呢 我分别输入一个x和y 那以豆点隔开 那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分别输入 比如说2.3跟6.5 中间加一个豆点好了 比如说我这边加一个2.3 6.5 假设我今天 2.3 豆点 6.5 那我就把这个资料给输入进去了 那其实就一个scanner 那因为它是一个浮点的 所以我这边后面用一个Flover去接 接到之后的话呢 然后去计算什么 几个问题 把执行过好了 OK 那各位可以发现了最后 输出结果 2.3 豆点 6.5 OK Enter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主要会有几个部分 我们会 需要输出的 就是说 第一个我怎么知道说 小于或等于x的最大值为多少 那你可以用max.float这个方法可以取得 另外的话大于等于x的最小整数 那你可以用这个这个max里面这个方法 那还有什么最接近的整数 另外就是45路跟这个paw 那所以其实这一题基本上就是理解什么 理解那个max里面的相关的方法 我想这个比较基本的啦 因为里面主要就是这些 了解都是max里面的这一些方法 比如最大值啦 或者paw 这个我想前面都有用到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sauce会把它放上去了 那再来的话 207里面 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里面第一个当然我需要引述 这个引述里面的话 总共会有几个呢 总共会有六个 那这六个里面的话 把它放大一下好了 这六个里面的话 我要去做什么事情呢 最大值是哪一个 这个好像跟前面很类似 然后奇数 所以奇偶数嘛 那怎么去算奇数跟偶数呢 其实你可以跑个回圈 然后呢 如果说 这个地方呢 假如说你除以多少 除以二之后 它的余数 特别重要 百分比就是求余数 求余数 百分比就求余数 那这个用到机会 在VB里面叫mode啦 那其实就是求余数 如果余数为一的话 如果除以二的时候 整除那就是偶数嘛 那如果是有余一的话 那表示什么 表示是奇数 所以这个奇数跟奇数 个数就可以算出来了 那加总 所以执行完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做出来最大值 没错 就是99 那其实这个我想因为前面也做过了 我们用什么array source就可以了 把它排序一下 那最后面那一个就可以算出来 所以 这个阵列长度减一的那一个 就是最大值 那奇数有几个 就是这里面 ODD 如果说 把它除以二于一的话 那就把它加 表示它是奇数 总共有三个 那把全部加起来 就是跑一个回圈 全部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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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 那就是什么 总共有多少个 这个我想比较简单一些 这个207的题目 再来最后还有一题 最后一题 是要做那个转码的 因为早期我们像那个XP 或者XP以前都是用那个 比如说MS950的 就是那个Big 5 那Big 5 不过现在的使用大部分都Unicode 尤其是那个PHP 我写PHP的话 大家都知道 现在基本上都是用UTF8 来撰写你的网页 所以如果说你有旧的资料 假如说你的旧的Database的资料 或者是你从Excel里面抓过来的东西 它都是用那个Big 5 那你如果说要转到 像Excel里面的资料 你要转到那个 PHP的话 第一个会面临到问题就是 会有乱码 那怎么办呢 你要先帮它转换 转换成Unicode UTF8之后 再放到PHP里面的买Sequel 就不会有问题了 可是如果你没做这件事情的话 就会发生 诶 奇奇怪 怎么会有这么多乱码产生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PHP买Sequel东西 你要再转到Excel里面 那如果你没有把那个什么呢 Unicode再转回Big 5的话 那很抱歉 一样会有乱码 那怎么办 又要转码 所以呢 209这一题 主要就是怎么样 就是要帮我们做转码的动作 所以转出来的话 原来的字是这样 Java程式 就是这几个字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用Unicode显示的话 那这个时候的话 因为它 这个放到那个什么 放到Unicode里面 一律都是两个bytes 那两个bytes有些时候 前面两个bytes 它比如像数字 或者像是英文大小写 它只会放其中的一个bytes 前面两个会空下来 前面那个一个bytes会空下来 所以要补两个零 如果说你是中文的话 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的话 Unicode 假如说我 这个地方是 前面这个是Big 5 那你会发现 后面这两个字是什么呢 城市 你会发现 它前面一定不是零零 而是 什么高会员 马跟低会员 这个是Big 5 那Unicode的话 就没有这问 Unicode一律就是什么 都是 就是两个bytes 那我们要怎么做转换 我想这个其实比较基本一些些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今天第一个 我取得的那个 字串是这个 Java程式 丢给什么呢 丢给这个s 帮我存放 那我底下的话 我有写两个转码的那个方选 这个方选 第一个就是 2xx这个 主要的就是说怎么样 就是把这个x 做什么呢 做转换 转换成什么呢 转换成Unicode 马的那个16进位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把它输出 然后再来做什么呢 做 第一个先把它转换成 Big 5 然后再转成Unicode 最后再把它转回来 原来的 所以这一段程式的话 总共就是会有几个部分 这个原来的 字 然后转换过来 Unicode 转成什么 16进 这个地方我想各位参考一下 底下的方选 主要就是利用什么 这个Integer 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to xexStream 这个 然后再把 这一个C 为什么要放C 特别注意 也就是说 我前面讲过了 其实字串 基本上是那个什么呢 字元的一个阵列 有没有 其实你看它 这个字串 其实它是一个阵列 那里面到底放什么 里面是放字元 所以呢 我要把它再回 转回来的话 必须把它一个一个一个 把它切开来 切开来的话呢 让它还原之后 那因为如果你今天 前面是放英文的话 必须帮我补上零零 所以这边的话 你会发现这边有补上零零 然后再来做一个substring切 不过切的时候特别重要 如果说你今天是英文的话 那切就会自动补两个零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呢 假如说是有中文的话 那加上两个零之后 实际上它本来就是 就是那个 四个字了 你再补两个零 变六个字 那切后面四个字 它还是后面的四个字 不会因为补零零而造成影响 所以substring其实就是把它切 那我丢过来的东西呢 实际上补两个零之后 那其实它本来是四个 补了两个零 它变六个 但是用substring切的话 我后面这个叙述是 我要切后面四个 所以前面两个还是切掉 剩下就是四个 所以看到的结果就四个四个四个 中文的话呢 最后也是四个 不过有高位约码跟低位约码 这个地方的话是unicode转成big5 那一样的方法 这个地方其他也是再把它转回来 转回unicode 再来就是转回unicode tobig5 然后再来就是big5 tounicode 那这边有转码的形式 我利用那个string里面有getbite 里面的话看你要怎么转 比如说unicode转big5 所以unicode转big5 那如果再转过来的话 当然是unicode转big5 这个unicode的那个 ISO的standard 就是ISO855 8859底线 这个是固定的用法 你不要 如果参数给错的话 最后转出来当然有错误 所以这三题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略讲 然后最后的程式呢 我是已经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给各位参考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因为考试的话 基本上还是以双数题为主 那这些题目的话 像509 509跟那个507 这个 主要是509 不 205 主要是了解那个mass类别 这个我想就是一个基本功夫 其实在书里面呢 也会有提到有关mass 就是数学方面的那个方法的一些用法 所以这个地方 205我觉得就提供给各位参考 207 就是计算那个奇数的 那这边可能会多需要学一个就是 如何求鱼数 那求鱼数特别主要是百分比那个符号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今天要求一个鱼数的话 那就是可以用那个百分比符号 像我之前用过什么 比如说像 之前像android里面设计里面也有 比如说那个图 假设只有六张 那我要让它无穷伦播的话 我就六 除以六就归零 再来 不然的话它会过头 所以这个地方也会用到那个求鱼数的部分 那其他还有加总 我想这个地方可能比较 那其他就跑回圈 我想这个跟前面的差不多 另外的话就是转码 转码部分的话大概就看一下 可能会比较有问题就是那个substring substring是切字串 然后告诉它说你要切的是哪一个 哪一个这个字串 然后呢 字串的长度要切几个 切几个 OK 那这边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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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